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延续第44年的传统 不只邀请上千位南加州各地侨胞 一起来到蒙市巴安斯公园 参加双十国庆升旗典礼 且活动将完整进行 其对引导进场 升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以及释放和平歌 事实上疫情的控制已经稍微在控制下 我们希望今年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参加 那今年的我们活动除了就是传统的升旗典礼 升旗我们是目标是在十点十分的时候呢 将我们的国旗在中华民国升旗歌的歌声中 升到我们旗干的旗顶 接着我们会有释放和平歌 还有就是我们切生日蛋糕等一般仪式的项目 那今年我们特别又增加了一个家乡美食展 就是把我们家乡美食包括台湾小吃呢 展现在我们侨胞的前面 也就是说 往年叫好又叫做的舞龙表演 歌舞节目以及抽奖活动 不只都美少 且还新增以庆国庆念家乡赏美食的形式 举办家乡美食展与品味比赛 来凝聚乔星一起守护台湾 捍卫民主价值 我想这个活动也凸显了 大家桥界团结一致 一起来守护台湾 支持 就是实施自由民族制度的中华民国台湾 那我们在此利用这个升级也是来缅怀 创建中华民国的先列 那也利用这个机会 能够有机会让呼吁所有的桥界 在威权体制的继续 给我们威胁跟胁迫的同时 大家不要被他所动摇的我们的民心士气 大家团结一致 楚面不惊 一起来守护台湾中华民国 强调2022年的双十国庆 主题为首土为国你我同行 不只庆祝亚洲第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诞生 同时面对专制政权的侵略与威胁 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 也将是全球华人世界的骄傲与希望所在 欢迎美国侨胞展现行动 10月9日上午10点 踊跃前往蒙市巴恩斯公园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10月1日上午10分钟